桃园市大园区后挫国小因航空城征收 今年7月将要废校 而今年的毕业生单车环岛旅行 更是最珍贵的圆满据点 3月7号从桃园出发后 3月15号经过花莲 并与大园区公所到吉安乡 进行姐妹城市交流 而乡长游淑珍也助同学们前途四景 桃园市大园区后挫国小因航空城征收 今年7月份要废校 今年的毕业生单车环岛旅行 更是最珍贵的圆满据点 从3月7号在桃园出发之后 3月15号经过花莲 并且和大园区公所到吉安乡 来进行姐妹城市交流执行 乡长游淑珍希望小朋友们 记住过程中所有的美好经历 也作为日后学习成长的养分 大园跟吉安后座国小跟吉安国小 我相信千禧期的情谊 除了是姐妹相成以外 更带来了孩子学习成长 很重要的一个环块 最重要的是吉安国小 年年征班 年年的征儿来做招生 后座国小今年 却是他们的毕业之礼 所以今天后座国小的14位小朋友 跟着我们的家长师长们 由我们的区长带来 跟我们吉安乡来做联谊交流 我们珍惜每一份教育的铺层跟教育的方针 无管是即将ending的后座 他们未来的学习 更要迈入不同的领域 吉安国小我们也要带来正增强的师长用心 才能带来我们吉安教学的一个成效 我们希望借由交流 借由孩子互动的成长 带来不一样的学习跟快乐和分享 吉安国小特别安排了两校学生 进行才艺表演交流 乡长游淑珍也制证每一位成员小礼物 同时也祝福单车队的旅程平安圆满 每一位成员都能够留下生命中美好的回忆 借吕惠吉安相报导